1994年4月8日,山东都城县沙敦乡小堂村的村妇魏元红在翻出棉花时,突然发现了一块茶色的小石头。 他觉得小石头还挺好看,就顺手把它带回了家。 谁知丈夫陈怀明见了小石头后,联想到沙敦乡有村民捡到钻石的事,心里竟有了其他猜想。 他立刻将这送到相关部门鉴定,鉴定结果让一家人都欣喜若狂。 原来,魏元红捡到的石头是一颗茶色透明、无杂色、无裂纹的,重量为34.69克拉的钻石。 这样一来,这颗被命名为元红钻石的珍宝就吸引了无数买家前来。 陈怀明和魏元红商量后,还是决定要将钻石卖给可靠些的单位。 当时愿意买这个钻石的单位里,有国家建材部七零腰矿临金刚石剧场,还有一家803打压金刚石开发公司。 陈怀明与家人合议后,最终选择将钻石卖给了国营单位七零腰矿。 谁知卖钻石的27万刚刚拿到手,803打压金刚石公司,就把陈怀明和七零腰矿告上了法庭。 原因就是,陈怀明先与他们打定了口头协议,他们还给了陈怀明一万元订金,结果他违约将钻石卖给了七零腰矿。 但按照陈怀明的说法,他与803打压金刚石公司并未达成任何协议,一万元也是公司强行给他们的好处费。 最终,在经过多方争辩和两次审判之后,法院宣布陈怀明退回803公司一万元,钻石上缴国家,但考虑到他家庭困难,奖励了他三万元钱。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,名叫刘伯温。 明天传言,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,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,结果挖出五个大字,吓得他魂飞泊散,惭愧不易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,恢复刘伯温即可观看。